我是豪门向家的真千金 可所有人都更爱假千金 上辈子 亲弟弟扬言只有假千金一个姐姐 亲爸妈我不安分 亲妈希望我不要回来 但如今 我全家都重生了 一 我重生在被接回向家的路上 上一世的我 刚刚经历丧母 又被告知自己是豪门向家的真千金 一夜之间 我的人生天翻地覆 那时候的我 怀揣着满心的紧张 和对亲情的可叛 却在看见向家辉煌气派的庄园时失了底气 那时的自卑 在向妍妍尖锐夸张的嘲笑声中达到了顶峰 哈哈 小行你看她那双鞋 向妍妍站在台阶上 脸上是居高临下的傲气和嘲讽 向子行也笑得讥讽 估计是搜罗了家底 找了一双带牌子的假鞋 真虚荣 哎 叮当 你是不是不知道 宽威只有高帮和低帮 没有你脚上的中帮 哈哈 向妍妍眼里闪烁着故作天真的恶毒 你是想在我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 怕我们瞧不起你才故意买的吗 前世的我 被她这尖锐的质问问得委屈又难堪 但这只是开胃菜 后来的向妍妍堪称风魔 她放狗咬断我的腿 让我留下终生的残疾 用滚烫的热水烫我 一次又一次的霸凌 我学不会低头 尽管知道他们会变本加厉还是次次反抗 一直到向妍妍把我关在体育室 一图放火烧死我 我命大活了下来 有人却替我抵了命 她说人生苦短 小铃铛你要及时行乐 她叫我不要恨 我怎么能不恨 这辈子她们羞辱的话术还是一模一样 我却不是曾经认有宰割的我了 再一次面对向妍妍尖锐的质问 我心底连点波澜都没有 我嘲弄得直视着她的眼睛 你妈死了 你知道吗 你亲妈 车祸死的 一个杀了一辈子猪的女人 你怎么敢笑得这么开心啊 冷血的畜生 好歹她生你一场 你没有廉恥心吗 我故作懵懂 接着问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呢 如果没有我的出生 你才应该是穿假鞋的那个 偷来的东西又顺手了 就觉得是自己的东西了吗 向妍妍脸色俱变 出口成脏 你他妈诅咒谁呢 我就一个妈妈 我妈妈是想运世界的服装设计师 无数高定梦寐以求的合作者 才不是什么杀猪的 向子航更是脸色阴沉的能滴水 看向我时充满敌意 没人欢迎你 她恶狠狠地说 这我当然知道 和前世一样 我回来这一天 向家夫妇都在出差 对于我的存在和回归 从头到尾 他们只觉得厌烦无奈 索性眼不见为净 庄园的帮拥大多会看颜色 知道我不受待见 对我的态度很差 不过无所谓 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向妍妍气得眼球发红 随即吹响了口哨 一条成人小腿高的大狗飞逝过来 黑亮的皮毛在阳光下反着光 我脊背上浮出一层冷汗 就是这条狗 上辈子在我回来的第一天将我扑倒 咬伤了我的手臂 两个月后 她再次咬伤我的腿 在那之后 我将一辈子不能跑跳 走路稍快都会跛脚 向妍妍尖锐的笑声中 恶犬冲我猛扑过来 我强迫自己稳定心神 对向妍妍的憎恨在我的胸腔乱窜 我一只手臂挡在脸前 狗牙扎进我的血肉的刹那 我一早准备好的匕首 也狠狠捅进她脖梗 手臂传来剧烈的疼痛 我咬住嘴唇 痛得一击灵 越疼 我下手越狠 一刀 两刀 三刀 狗和猪的生理结构大差不差 我帮养母杀过猪 对致命的点十分熟人 大动脉爆出的血溅在我脸上 四下都是帮佣们的尖叫 向妍妍叫得尤为凄惨 好像被屠戮的是她本人一样 我数不清自己扎了多少刀 一直到手下一片血肉模糊才停手 左臂还在不住流血 右臂紧攥着刀 微不可见地颤抖 我就这样走到了向妍妍面前 向妍妍跌坐在地上 往后爬了两步 向子航挡在她面前 尽管恐惧还是恶狠狠瞪视我 别惹我 我死死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道 二 帮佣们把我安置到了客房 前世他们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的 这辈子倒是大气都不敢出 向妍妍缓过神就去告状了 对着电话那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我要杀了她 说我身上揣着刀就是早有预谋 心肝宝贝被欺负了 还这么严重 向家夫妇当晚就赶了回来 叮当去给你妹妹道个歉 向府皱着眉 看着扑在向母怀里撒娇大哭的向妍妍 对我的态度不容智慧 前世就是这个男人双标到了极点 向妍妍对我言语挑衅和羞辱 她好像瞬间聋了 置若罔闻 我次次反击 她却总要我谦让 说向妍妍没安全感 让我多淡呆 就是他们的纵容 让向妍妍后来变本加力道疯癫的地步 我常常面对她失望的沉重的目光 唯一一次对我温和 是在我死去的前一天 她为了救出公司的内鬼 联合了股东假装破产重病 带着我们住进了廉价的月租房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我蠢到以为她真的破产重病 一天打三份工 勉强支付她的医药费 我死前一天 她说要去复查 实则是去公司 那时候我心底残存了最后一丝 对家人这个概念的留恋 用饿肚子挤出来的存款 给她买了一条领带 让她不要担心 她沉默着看了我很久 眼神复杂 或许那一刻 她对我这个不受欢迎的亲女儿 多少有利点的愧疚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我没有妹妹 我亲妈没有给我生过妹妹 我养母也没有给我养过什么妹妹 项母顿时横眉 小小年纪 牙尖嘴利 你怎么这么没有家教 因为我妈死了 我没妈教养呗 我说得很轻松 是真的很轻松 因为我不再是那个畏畏缩缩缩 缺爱的叮当了 我平静地接受了 亲缘淡薄的事实 不对她们抱有任何期望 叮当有叮当自己的人生 和最好的月亮 三 这次谈话最终没有结果 我宁死不合向妍妍道歉 并且先发制人 表示我只在向家住一个学期 下个学期我就会申请住校 从此和他们家不再来往 向妍妍满意了 有个人却耿耿于怀 连续三天 我的床上 桌上 莫名会多出一些恶心的 死相极惨的昆虫 甚至一掀开被子 还盘踞着一条死蛇 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 向子航 第二天出门前 我留了个心眼 我假装出门 看着那道身影 鬼鬼祟祟的进了我的房间 随即我突然闯进去 她大一声锁上房门 向子航被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往后退一步 正好落进了 我在房间装的简易小机关里 很简单的杠杆园里 她的双脚被绊住 倒在地板上 我眼几手快拎了条凳子 将它卡在地上 顺便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靠 贱人你放开我 向子航精致的脸 胀得通红 烈烈的桃花眼 险些把眼珠子瞪掉出来 她嘴里不甘不敬地谩骂着 我眼皮都懒得抬 一杯水泼她脸上 清醒一点了吗 我问 向子航更生气了 少年不断蹬着腿 试图踢我 发现都是徒劳后才怨恨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回来 安安愤愤杀你的猪不好吗 都是因为你 我姐最近每天都不开心 你有没有点自知之明 我们家没人欢迎你 就为了向家的钱 舔着脸住进来 脸皮真厚 对向子航这个人 两世下来 我只剩了满心厌恶 钱是我的死 和她有很大关系 上辈子 是她将狗借给了向妍妍 我断腿之后 她代替向妍妍和我道了歉 说只想吓一下我 没想把事情弄这么严重 我让她滚 后来她救了我一次 学校组织交游 我被向妍妍的小姐妹 害得滚落草坡 又迷了路 她背了我一晚上 把我带出去 向家假装破产的事 她是知道的 也是从那个时候 她开始叫我姐姐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 会就此缓和下去 直到那天晚上11点 我打工结束 回家路上 接到她打来的电话 她说她和朋友唱歌 喝多了 让我去接她 我临时改了方向去找她 路上不放心 给她打了个电话 那边估计是误触 接通了没人说话 我却听见了 她和她朋友的对话 知道了当年火灾 以及向家破产的真相 也是那个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持刀的罪汉 四 我重重扇了巷子行一耳光 她没想到 我会对她动手 顶着巴掌一猛了 嘴里的叫骂也停了 我又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电机棒 垫得她瘫卵在原地 顶着她惊恐到了极点的眼神 我晃了晃她带来的礼物 透明的一次性盒子 里面半合恶心的蚂蚱 我其实不明白你的脑回路 我一边打开盒子一边说 我既然说了会离开向家 就一定会离开 对向妍妍完全造不成威胁 你为什么还要来惹我 逼我 滚 你滚开 我居高临下的在她面前停下 向子行 我真的很讨厌你 我刚来向家那天你也看到了 我的性格牙字必报 但是有人告诉我 人生可贵 不要为了烂人烂事 放弃感知美好的机会和能力 她让我放过自己 所以我都打算放过你了 你却非要上来找死 说吧 我用力掐着她的脸颊 迫使她张开嘴 既然是你带来的礼物 礼尚往来 你都吃了吧 我用力将那些蚂蚱塞进她嘴里 逼迫她吞咽 房间里断断续续的响起 干呕声和哭声 向子行半死不活的躺在地上 脸上是我的指印和泪痕 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 看我的眼神满是恐惧和哀求 我扔掉空盒子 在帮佣们的尖叫声中 将向子行扔出了房间 关门的刹那 我看见躲在墙角偷看的向妍妍 其实我心里知道 她被我第一天的凶残震慑住 不敢贸然得罪我 就在向子行面前装白脸 让她来对付我 我懒得跟这些人渣再有纠葛 却不代表我会任人宰割 上辈子是我对亲情依旧抱有幻想 估计向家父母才没把事做绝 和向妍妍四目相对 她的眼神惊恐到颤抖 我笑了笑 笑意却不搭眼底 手比划成刀 对她做了个滑脖子的动作 别 惹 我 向妍妍落荒而逃 好像有鬼在后面撵她 我回房的时候 房间已经被打扫好了 月光照在我的窗台上 我走到窗边 靠着赏月 在得知重生的那一刻 我兴奋的心脏狂跳 这意味着时隔多年 我能再一次见到文人月 我的月亮 一瞬间我就明确了重生的目标 我要保护好文人月 远离向家这些烂人烂事 我不聪明 很多事情 我只会简单粗暴地处理 很难明白背后的关窍 想不明白的是 我就会放弃 向子航曾当众嘲讽 我目瞪音语 文人月和道观的道掌门 却说我至纯致性 所以人与人到底不同 五 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座位 我再次回到了高中时代 挺好的 不同于上一世 有了我的震慑 向妍妍没敢大张旗鼓地 在学校霸凌我 只是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重重地吃笑了一声 向家有钱 巴结的人不少 向妍妍的心情 马上变得不善和嘲弄 我很低调 大多时候都不怎么说话 只埋头学习 巴结向妍妍的人 自然不会搭理我 其他人也被我的冷漠劝退 我如上辈子一样 独来独往 向子航低一个年级 隔三差五会警惕地 来我们班看看 生怕我哪天发疯 往她亲爱的姐姐嘴里 也塞一把虫子 而我和她们最大的默契 大概就是没有暴露 我和向家的关系 曾经是向妍妍哭着喊着 要死要活 向家父母心疼她 不让我公开 肩上被猛地推了一把 我的后背哐当一下 撞在厕所的门上 几张熟悉的脸 嘲弄地笑着 将我围住 其中一个人 横拿着手机在录像 哟 挺拽呀 杀猪妹 听说你家是杀猪的 扑翅哈哈哈哈 一个女生手指抵在我肩上 用力地戳推 长这副骚样去杀猪 啊哈哈 鬼知道她卖的是猪肉 还是什么肉 说别人长得骚 是因为你们自己长得难看 所以嫉妒吗 我靠在门上 吃笑一声 你们打算做什么 让我看看 向妍养的狗 能卖命到哪种程度 对了 我饶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 你们去问问向妍妍 她上一条狗的下场 几个小太妹 鸭雀无声 空气平滞一瞬 随即其中一人发狠了 别跟着婊子打嘴炮 把她扒了 拍了视频 看她狗嘴里 还有什么话说 他们围上来 要脱我衣服 我一拳放倒一个 吃了亏 人总是要长大的 上辈子被霸凌过 双拳难敌四手 即使我力气大 也很难招架 所以上了大学后 我专门去学了泰拳 因为腿不方便 我格外注意上之力量 我一拳把率先上来 扯我的太妹 打得鼻血直标 抢走了录像的手机 其他几人见她破相 尖叫着落荒而逃 手机里正好有 向妍妍的聊天记录 她让他们拍我的私密视频 觉得即使我在牛逼 遇见这种事 也只能忍其吞声 维护自己的清白和颜面 这样她就能拿捏我 我带着聊天记录 一路杀回了向家 向妍妍正坐在沙发上 抱着向母的手臂撒娇 妈妈这件礼服好适合我 我想要吗 正好年关的晚宴 我可以穿 到时候经验四座 向母宠溺地看着她 点头说好 我懒得看她们母女情深 拽起向妍妍的头发 把她从沙发上扯下来 向妍妍尖叫一声 放手 叮当你这贱人 放开我呀好痛 叮当 你在干什么 向母愤怒地上前 想要阻拦我 被我一把推开 我连拖带拽地 把向妍妍带到了 究竟的厨房 她搭锁上推拉门 你想干什么 我 我告诉你 爸爸妈妈不会放过你 爸爸和子航回来 一定他妈弄死你 向妍妍以为 我在向母面前 不敢对她怎么样 还敢嘚瑟 视频是你让人拍的 我问 推拉门隔音效果一般 向妍妍压低了声音 面上依旧挂着惶恐的泪痕 声音却无比得意恶毒 对 就是我 赤身裸体的感觉怎么样啊 贱人 肖想不该你肖想的东西 就是这个下场 和我斗 向妍妍背过身 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你不妨猜一猜 这个视频卖的钱 你得杀多少蜘蛛 哈哈哈哈 一旁的天然气 跳动着蓝色的火蛇 上面炖着滚烫的汤 就是这样的笑 上辈子闻人 约为了救我死于火灾之后 我一度浑浑噩噩 向妍妍就是这样笑着 说我活该 说她死得好 我先翻了整个汤锅 向母拍门的动静更大了 快快快 拿那个球杆来 把门砸开 她大喊道 我按着向妍妍的脸 悬控在天然气上 热度让她眼里浮现出 我熟悉的惊恐 妈妈在这 你 你敢对我做什么 我告诉你 向家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她还在嘴硬 我把天然气拧到最大 蛋白质烧焦的气味 越发浓郁 向妍妍精心养护的 绸缎般的长发焦了 啊 救命啊 妈妈 子航 妾身距离危险这么近 她终于知道怕了 向妍妍的眼泪 啪哒啪哒掉 身体瑟瑟发抖 看不清哪里是皮哪里是肉 我抓着向妍妍的头 缓缓挨进火苗 她惨叫得越来越大声 玻璃推拉门被砸得吸碎 叮当 你放开我女儿 向妍没了往日的优雅 歇斯底里咆哮着 大有和我同归于尽的架势 我如她所言 松开了向妍妍 妈妈 向妍妍腿软到根本站不起来 一步一步爬过去 抱住向妍的腿 向妍心疼地将她搂在怀里 好和睦呢 向子航刚进门 看见这一幕脸色骤变 妈 姐姐 报警 行行报警 向母像个护宰的母兽 死死瞪着我 说出了上辈子 最令我寒心的话 孽种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玩味地笑了 是你们把我接回来的不是吗 一边想彰显自己上有人性 一边静干些自私偏颇的事 我烦透了你们的虚伪 报警最好 我擦擦手 因为我有点话要和警察说 六 我的话一出口 向妍妍的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慌乱 妈妈 要 要不算了 我 她勉强地笑着 却被向母打断 向母护独自 死死将她护在怀里 不行 必须报警 自从她回来 你受了多少委屈 你以为躲起来哭 爸爸妈妈就看不见了吗 这种坏了教养的小孽畜 就应该让法律来教她 向子航一早愤慨地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来 向母夸张地行为我的恶毒 说我无法无天 要杀人 为首的女警察 一脸严肃地询问我原因 我玩味地看着向妍妍 盯着她心虚的目光 掏出手机 向妍妍的狗腿 太妹们的语音就是铁证 配上聊天记录 直接给向妍妍捶死 她还想挣扎 大声嚷嚷 都是合成的 妈妈你要相信我 向母的脸色 从错愕中缓过来 下意识拍拍她 妈妈当然相信你 警察同志 这个视频和记录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咱们能先解决眼前的事吗 她说 我又掏出了 刚刚在厨房的录音 这也是合成的 我讥讽地看着 在场的每一个人 录音中的言辞 恶毒到女警都神色不忍 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同情 向女士 你们报警说 叮当蓄意杀人 是不能成立的 甚至都过不上故意伤害 但是你女儿教唆同学 拍摄他人私密视频 这个如果叮当要追究 是完全可以的 女警看向向母的眼神 冷冰冰的 都是人精 在场的又怎么会 看不出向母的偏心呢 向母沉默了很久 那个叮当 这件事是炎炎做错了 回头我会教育她 她一开口 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你妹妹也是没安全感 怕你来了我们对她不好 你看要不算了吧 我姓丁 她姓向 我天上掉下来的妹妹 我慢悠悠地问 向女士 报警是你要报的 现在又叫我不要追究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向子航愤怒到张红了脸 叮当你别得寸进尺 你吃向家的 喝向家的 你少到的绑架我 生而不养的 那是畜生 我没耐心了 很简单 三个条件 第一 花钱消灾 给我十万 第二 我保留随时追究的权利 向妍妍在敢招惹我 就连本带利的还 第三 三个月后 我和向家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叮当 你何必着吗 向母似有不忍 妈 别跟她多说了 向子航冷哼一声 人家摆明了 没把我们当家人 咱们上赶着犯什么剑 好吧 向母叹了口气 向妍妍看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有恃无恐的得意 再看我把你眼睛挖了 我冲她歪头一笑 然后满意地在她 敢怒不敢言的神色中上楼 起 自从报警之后 我和向家所有人 达成了微妙的平和 向妍妍只敢躲在背后挑唆 让向子航时不时出言 讽刺我几句 帮友们知道我会发疯 也不敢苛待我 规规矩矩地叫我丁小姐 向母和向父依旧不冷不热 不过 钱倒是到位得很快 十万 不到向妍妍一个月的生活费 她随便出门逛个街 都不下三十万 用钱打发我 向家还是很乐意的 一晃到了寒假 闻人家的小少爷 从首都转学过来的消息 一早传开了 这边负责接洽的人 安排了一场晚宴 向家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我默默在心底倒数着日子 却没想到还是横生了变故 晚宴当天 整个向家静悄悄的 我察觉不对 问了管家 管家吞吞吐吐 先生和夫人本来是想问您的 但是大小姐说 说您性格孤僻 就算叫了您也不会答应 所以没让我们问 我暗骂了一句 打工人也不容易 我没多为难管家 只说知道了 上辈子 我和文人月相识在这场晚宴 那天出发前 向妍艳剪烂了项母 给我准备的礼服 司机已经在等 相夫项母看见我 依旧穿着长服 都很不悦 我解释说 礼服被人剪烂了 向妍艳就倒打一耙 说我对他们心有不满 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反抗 自然是没人信我的 因为没给我准备备用的礼服 我只能被迫穿 向妍艳不要的 宴会上 向妇项母忙着 带向妍艳任人铺路 我被礼服勒得难受 独自躲到了阳台 文人月就是这个时候过来的 很无聊吧 她问 那天月色很美 我偏头看见她一双桃花眼 沾了点微醺的红 比月色更美 我愣了很久 还是实话实说 确实不太有趣 她笑出声 眼睛弯起来 更好看了 两句话开场 后来的两个小时 我们聊了很多 再后来 她转学来和我同班了 不行 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文人月的妓母面上 与世无争 背地里给她使了不少绊子 上辈子 向妍妍放的火 之所以没被警察抓住把柄 少不了这位妓母 在背后捞人 我不能看她身陷险境 得赌一把 我随手捞了件外套 戴上帽子 打车去了晚宴酒店的门口 晚宴已经开始了 远远地可以看见 室内璀璨的光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我冷得牙关打颤 前面那个小姑娘 身后传来一道呼声 我下意识回头看去 穿着制服的男人皱眉 审视地上下打量我 你是哪家的 这里没有邀请函 不能进啊 我没回答 将在原地 我的视线 全被她身后的人吸引了 和前世一样 闻人月穿了一身 黑色的西装 贴合地露出 优越的宽肩窄腰 那双漂亮的桃花眼 正好奇地打量我 闻人月 我没忍住男男出生 好久不见了小月亮 隔了好多年的 一声好久不见 她微挑了下眉 你认识我 我说不出话 只摇了摇头 又点点头 这是什么意思 闻人月笑了 又摇头又点头 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少爷 我看姑娘在这站半天了 有点可疑啊 会不会是夫人那边 智福大哥皱眉 要不先叫人过来吧 这得问清楚啊 听见了吧 再不说话 我可叫安保来抓你了 闻人月懒散地看着我笑 认识 我点了点头 又说 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智福大哥一脸果然如此 少爷 咱们先叫安保来吧 法治社会 你急什么 先去那边等我换 闻人月拍拍她 长腿跨到我面前 说吧 你的继母想对你不利 她买通了你身边的人 想抓你的把柄 你平时也多注意一点人身安全 三月份你去倒灌小猪的路上 会有人撞你的车 我尽可能地 把我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了她 暂时就这么多 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我要是想到什么 我再告诉你 我说 闻人月收敛了笑意 意味不明地看着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 她歪了下头 你说的这些 那位可是完全可以告你造谣 你得信我 我有些着急 我知道突然说这些 你不能接受 但你可以先顺着我说的去调查 总能查到点东西 我知道听起来很荒谬 但我确实是为你而来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你好好活着 她依旧沉默着 骨像优越的半张脸隐匿在黑暗里 我有些失望 算了 有机会再说吧 先给她点时间调查 总能相信我的 我转身走出了没两步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怎么还是这么好骗啊 我几杯一僵 不可思议地回头 她就站在那里 好久不见 小铃铛 你有病啊 我控制不住 哽咽出声 闻人月张开双臂 给了我一个拥抱 震惊 喜悦 委屈 无数种情绪在我心里迅速膨胀 最终会成一句 我很想你 小月亮 八 我和闻人月聊了很久 她似乎并不在意 这场为她而办的宴会 缺少了主角是什么光景 我问她 是不是也回来了 我不知道 从半年前开始 我就反复做一些奇怪的梦 梦里的一部分事情已经应验 我问了道观的师傅 师傅说是 她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徒子说 旧情蛮断 我的脸颊犯了热 宴会结束后 我只身回了向家 既然和闻人月重逢了 我就没必要继续待在向家 距离寒假结束还有十几天 我开始着手处理一些琐事 向家的庄园 难得的兵荒马乱 管家慌了神 说向副项母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已经被紧急送医了 我有些诧异 毕竟上辈子的轨迹里没有这一段 不过我并不打算多管闲事 我开始收拾我从养母家带来的行李 约莫半个小时 楼下书弟传来响动 紧接着 我的房门被烹得用力推开 向子航神情激动 眼眶红的滴血 死死盯着我 又替向妍妍来找茬 我冷下脸 你们向家就是这样的家教 进门不敲门吗 向子航嘴唇哆嗦 喃喃说了句对不起 她吃错药了 向妍妍紧跟着也来了 小航 你慢点 她瞥见我大开的房门 和摊胎在地上的行李箱 哟 赖在我们家这么久 终于打算走了 向妍妍声音间的刺耳 死赖了这么久 死皮赖脸的寄生虫 你他妈说谁 向子航脸色阴沉的逼是她 你再说一遍 向妍妍希望这个杀猪妹 赶紧滚吗 到底谁才是寄生虫 她反常地对向妍妍 咄咄逼人 你一个和向家 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有什么资格 对我姐姐说这种话 别忘了 没有我姐姐 你才是那个杀猪的女儿 你穿的用的 本来就都是我姐姐的 我要是你 每天早上起来 就得在我姐姐房门口 三扣九拜 死皮赖脸这个词 我原封不动地送给你 向妍妍被她骂得狗血淋头 似乎不敢相信 她在原地愣了足足三秒 随即屈辱的大喊 向子航你发什么疯 贱人 都是你 我不知道她脑回路是什么做的 向子航发颠她也把矛头指向我 都是你在背后挑唆 向妍妍笃定地说 你给我等着 等爸爸妈妈回来 我他妈弄死你 你试试看 向子航气得咬牙 你敢动我姐姐 我先弄死你 纠战雀巢还理直气壮 你是真的不要脸 我一定让爸妈把你送走 他俩动静不小 围观的帮佣们和管家面面相去 都不敢出声 向妍妍感觉在多待一秒都要气死 她挂着两行内 愿毒地瞪我一眼 转身走了 向子航将这几倍回头看我 姐 你姐刚走 我温馨提醒 我姓丁 我养母名下就我一个孩子 姐 你别这么说 我心里难受 向子航有些惶恐 全然没了刚刚和向妍妍撕逼的气势 我有些好奇她 为什么态度突然大扁 但也仅仅只是好奇 别这么叫我 我很讨厌你 听你这么叫我很恶心 我直视她 我很快会搬走 你们要是再撕逼 离我远一点 我对你们的豪门狗血大戏没有兴趣 姐 你 你能不搬走吗 向子航像是听不懂人话 她急得下意识往我房间走了一步 又被我的眼神吓住 向指都不到允许 不敢进门 只能干着急的狗 这种废话我都懒得回 是因为向妍妍吗 向子航急了 她让你不开心的话 我跟爸妈说 马上把她送走 她的房间 我今天就让人搬空了给你 我手头上的动作一顿 我和向妍妍 确实在房间上有过争执 但那是上辈子的事 向妍妍找人霸凌我 被我抓住了把柄 我那时还对向妇项母抱有希望 妄想她们主持公道 向妇沉默了很久 说她会给我补偿 让我不要追究 向妇说向妍妍没安全感 很可怜 让我大度 我觉得荒谬又心寒 随即起了恶念 既然要补偿我 那就把向妍妍的房间给我吧 毕竟我住的客房 还没向妍妍的衣帽间大 向妍妍自然不同意 又哭又闹 向妍心疼得夜夜睡不好 对我颇有微词 后来这事也不了了之 我质问她们 向妍却闲无不耐地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 我永远没法和向妍妍争 向子杭 我回到向家以来 第一次正式地叫她名字 你也回来了 对吧 我听见我的声音 冷得让人胆寒 向子杭的脸色瞬间惨白 就 我的腹部似乎还残留着刀尖捅进去的痛楚 我清晰地记得 那把刀尽数没入了我腹部 还用力旋转了半圈 我那时恨极了向家的每一个人 重生以来 我经常梦到那场火灾 和我死亡的那天 皮肤灼烧的痛 和利刃破开皮肉的痛不一样 但又好像一样 夜半惊醒 我很难忍住不恨 但我有小月亮 她只希望我幸福快乐 所以 我宽慰自己 一切都已经从头来过了 我不能因为仇恨浪费这样珍贵的机会 我尽可能地去构想未来的生活 但向子杭回来了 她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的人渣 也有从头来过的机会 我的情绪顿时失控了 我抄起一旁的桃子百剑 狠狠砸向她 向子杭的额前到眼角 被划出一道血痕 血顺着她的侧脸流下来 她像是感觉不到疼 依旧哀求地看着我 向子杭 我讨厌你 和我讨厌向妍妍是一样的 你们向家的每一个人 我都很讨厌 我走不只是因为向妍妍 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 都恶心地让人作呕 我恨不得你们都去死 我的手在抖 掌心发烫 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向子杭像是被我的话刺伤了 摆出哀痛的神色 痛哭道歉 惺惺作态 毫无意义 我已经被你害死一次了 但凡你有点良心 就不该继续出现在我面前 我叫她滚 向子杭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向子杭的重生 让我刻意忽略地 对向家的憎恶达到了顶峰 我很快收拾好了东西 开始联系住处 养母过世后 她离婚后 买的90平的小房子 顺理成章地由我继承 因为我被接回向家 养母的前夫 拖家带口地占了房子 说什么也不愿意搬 我尝试过报警 毕竟户口本上 只有我和养母的名字 但那个男人 是个泼皮无赖 让他说我是野种 说养母让他做了王八 他死也要死在那个房子里 警察上门劝 他就往地上一躺 开始抽搐 我有点头疼 打算找个时间 亲自去一趟 向父向母在医院 观察了一天才回来 他们进门 看向我的刹那 我就知道 前天不知道 姐姐对小航说了什么 小航就像吃错药一样 凶巴巴的 向妍妍暗暗地 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小航说 我说的可难听了 说我不要脸 纠占雀巢 我不知道哪里惹到姐姐了 小航还说 要把我赶出去 她听起来委屈极了 项母缓缓抽出 被她紧抱着的手臂 妈妈 向妍妍有些慌了 难道不是吗 项母冷冰冰地看着她 这些话 哪一句冤枉你了 向妍妍彻懵了 不敢置信地看向向妍 得到的 却是同样陌生 审视的眼神 那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却司空见惯的恶意 好像角色调转 我却对这样的戏码 觉得无尽的厌烦 我并不觉得 短短几年的相处 能让向妍妍 对我偏袒到这个程度 她们不过是趋利避害罢了 毕竟 上辈子向妍假意落魄的时候 向妍妍第一个 和她断绝关系 她嚷嚷地说 她不是向妍妍的亲生女儿 绝对不会帮她承担债务 而我不用她干什么 就已经傻乎乎地打工赚钱 想要为她还债了 向妍妍见相傅项母 丝毫没有偏帮她的意思 很快转变了策略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占了姐姐的爸爸妈妈 我本来不该抱有幻想 该在姐姐回家的时候 就自觉滚出去的 但是我 我舍不得爸爸妈妈 她唾气起来 姐姐讨厌我 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 只要别赶我离开爸爸妈妈 我什么都可以做 她这套话术 明面是弱 暗地里说我容不下人 我虽然厌恶 掺和尽他们这些烂事 并不代表 我是个可以拿来 踩着上位的软柿子 这可是你说的 你既然这么想留在相家 总不能白吃白喝 跟着帮佣阿姨 去打扫做饭吧 算一下你这些年花的钱 得干多少年白工 我玩味地看着她笑 向妍妍没想到我会接茬 她估计以为 我会清高到底 妈妈 她求助的眼神 看向相母 既然我女儿都开口了 那你就跟着管家学吧 相母叫来了管家 和所有的帮佣阿姨 以前忘了说 当当才是我们相家 这儿八经的大小姐 有些冒牌货 就没必要捧着红着了 向妍妍的脸色 是我两辈子头 一次见到的难堪 她的眼泪被羞辱地刷刷落下 这回是真哭了 相父更是火上浇油 她近乎讨好的看着我笑 当当啊 向妍妍那个房间爸爸 今天叫她收拾出来 给你好不好 不用 我无所谓 开学前我会搬走 住哪都一样 还有 我和你们相家的人都不是很熟 不要这么叫我 说爸 我转身要走 那个当 叮当啊 向母角这手指 也是一脸小心翼翼 咱们不走了好不好 爸爸妈妈以前 对你不好 爸爸妈妈知道错了 咱们都改 对啊姐 你有什么不舒心的 就跟我们说 我们都改 向子航一个劲点头 爱求道 你别走了好不好 对对 妈妈的工作是出了好多新款的漂亮礼服 妈妈叫人都给你送过来 爸爸也是 这些付卡都给你 没有上线的 你拿着随便花 我看着他们尽力弥补 自我感动的模样 实在觉得可笑 我不需要 我说 是你说的 向家没人欢迎我 让我滚回去杀猪 还纵容向妍妍放狗咬我 我看向向子航 是你说的 我是孽种 有妈生没妈养 我看向向母 是你说的 我斤斤计较 没有度量 搅得你们家不得安宁 我看向向父 我走了 你们不都如愿了吗 我笑了笑 打个巴掌给个枣 那是训出声的 我可不吃这一套 十 房子的事 闻人月听说之后 让我不用担心 果然 不出两天 物业那边就联系我说 可以入住了 我搬出向家 出乎意料的顺利 向父向母 从我房间门口 一路送到庄园门口 嘴里念着这 戴上吧 那个也戴上吧 如果不知道 他们重生的事 我还可以 风轻云淡地 说一声谢谢 但如今 我只觉得相当厌烦 向子航 从我拉行李箱开始哭 一直哭到我出门 我上了车 才觉得松快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 过得按部就班 闻人月再一次转来 和我坐了同桌 我们一起吃饭 上课 同进同出 日子过得很舒心 除了偶尔会对 上向妍妍控制不住的 怨恨眼神 我走后 不知道向家和她说了什么 向妍妍在学校 低调了不少 很少在打着 向家的名头 耀武扬威 挺好 缺了两辈子的家教 算是迟到了 学期末的时候 学校组织了外出活动 上辈子 闻人月并没有参加 她继母在背后挑事 逼迫她不得不去处理 但这次她来了 我担心她 一路都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是大型活动 向子行也来了 还是屁颠屁颠跟着 妍妍 怎么回事啊 向妍妍身边的小太妹担忧地问 紫行不是你弟弟吗 对呀 她现在怎么跟那个 杀中妹走那么近 向妍妍看我的眼神宛如脆了毒 好不容易赶走向子行 我和文人月随便找了块草坪坐下 她不知道从哪弄来根草叼着 眉目懒散地看着我笑 我很喜欢她身上的松弛感 就好像天大的事也总能过去 对了 上次说到哪了 你大学到底选了什么专业 她很喜欢听我说 上辈子她离开之后的事 就好像能参与那段 她不曾见证的时光 新闻学 随便报的 我说 怎么想到学这个 你喜欢 我想了想 还是摇头 其实上辈子 我高考的分数不算高 那时我沉浸在火灾的悲痛中 加上向家的排挤 整个人像丢了魂 选专业的是 我从头到尾没参与 是项母帮我定的 她怕我报金融专业 出来抢向家的家产 文人月已经知道了 向家的那些烂事 稍作联系就不问了 没事 她揉揉我的脑袋 以后我们小铃铛就自由了 想学什么学什么 我笑了笑 上辈子像严严 就曾在浇游时害过我 如今 她老实了很多 我却还是小心提防 时刻离他们那伙人远一点 就在我以为 避开了像严严作妖的节点时 变故抖声 班主任在离开前 把全班聚集在了高坡边 进行高考训话 人群突然起了争执 两个女生叫骂撕打着 向我这边猛撞过来 小心叮当 姐 在那两个人的身体 撞上我之前 文人月一把拉过我 她自己却掉下来高坡 我瞳孔皱缩 跌跌撞撞地往下跑 找了十来分钟 我才找到文人月 小月亮 你没事吧 见她意识还算清醒 我才后知后觉地 脱离坐在地上 小事 别担心她捏捏我的手 那个 叮当 身后传来一道迟疑的女生 我和文人月同时回头看去 来着是班上 很没存在感的一个女生 我甚至叫不出她的名字 大家都在找你们 她顿了顿 像是鼓足了勇气 我有个东西给你 她给了我一段视频 十一 我们归队的时候 班主任差点疾疯了 毕竟我无关紧要 文人月出示了她的职业生涯 就走到头了 姐 你没事吧 巷子航冲上来 被我拨开 隔着人群 向妍妍心虚慌乱的眼神 也挡不住 我大步朝她走去 心机惶恐在此刻 全都化作了震怒 啊 叮当你干什么 我一把抓住 向妍妍的头发往下拽 她尖叫着 不断用手臂打我 叮当你赶紧放开 发什么疯 班主任也冲我喊 我接连扇了向妍妍 湿几个耳光 一直到手掌发麻才停下来 向妍妍两管鼻血直流 不停叫嚣着要弄死我 我满脑子都是视频里的画面 她教唆她身边的小太妹 假装起争执 把我撞下去 她们尖利地笑着 各种咒骂和造谣 我本来以为 我不会再为 向妍妍的低劣手段而生气 但她们怎么能动人人月 小铃铛 松手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拽着我的手腕 将我发麻发红的手攥紧 咱们报警 她的眼神带着红 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动气 班主任这会冲过来 对我推推嗓嗓的 一直以来 她收了向家的礼 对向妍妍多有丈夫 上辈子也是如此 她对向妍妍的恶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文人月甩开她的手 你自己手里的事 还没弄明白吧 一屁股烂杖 有什么资格为人视表 我从未见过文人月冷脸生气 哪怕是那场火灾 她都挂着笑 告诉我不要恨 满蚁拳压人那一套是吧 那就让你和你背后向家的那些狗东西 跟我碰一碰 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向子航左右看看 不明白怎么提到了向家 向子航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才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姐姐 这小贱人和你接触才多久 她对我动手你还无动于衷 向妍妍破音的大骂声 在我拿出那段视频戛然而止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 我不追究你找人试图霸凌 拍我视频的前提 是你别再来我面前犯贱 我顶着她惊恐的眼神蹲下 正好 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警察来得很快 当向妍妍亲眼看着我 把她的犯罪记录交上去的时候 彻底慌了 了解了全部的巷子 行眼神嫌恶 显然没有唠唠的打算 丁 叮当 你别 向妍妍死死拉住我的手臂 肿胀的脸笑得很勉强 咱们是姐妹啊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再说那视频不是没拍吗 我 我跟你道歉行吗 说着 她又看向警察 不好意思阿叔 我们姐妹闹了点矛盾 这是我们爸妈也是知道的 我们死了 警察的眼神看向我 我姓丁 她姓向 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姐妹 我吃笑一声 我拒绝私了 我只要她坐牢 向妍妍跌坐在地上 骂地不堪入耳 我垂眼看她风度 全无的风扬 突然有点啼笑皆非 上辈子 我有一段时间 对向妍妍有种生理性的恐惧 她总是笑着 像躲吃人的花 没想到没了向家的庇护 她也不过如此 向妍妍被警察带走了 接连一个星期 她都没来学校 文人月安排了人 处理这件事 让我专心备考 12 证据确凿 向家很难保下向妍妍 文人月跟我说 又有几个女生出来 指认向妍妍校园霸凌 她成年了 估计得要三年才能出来 我听听就过了 但我没想到向子行会找我 她眼下带着清黑 看见我还是 一如既往的讨好的笑 说了没两句 她提起了向妍妍的事 姐 向妍妍这是 你能暂时不追究吗 似乎怕我生气 她赶紧摆明立场 向家不是要保她 是有些私事得处理 她自顾自跟我说起 上辈子我死后的事 我死后大概一周 他们查明了真相 是向妍妍把资料泄漏 给了相夫的竞争对手 她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爸妈现在都很恨她 但是我们还差一点证据 只要把向妍妍联系的人拉下水 爸那边的股份 你们向家的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她有什么新鲜事 结果还是为了向家的利益 再叫我放过向妍妍 我想你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 我和你们向家早就没关系了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所以我没必要 为了你们的利益委屈我自己 我极尽厌恶地看她一眼 滚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看你和向妍妍一样恶心 向子杭的眼眶又开始泛红 声音渐渐小了 我知道了 那我以后不烦你了 她又看我 对不起阿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向妍妍到底还是被判了刑 警察在向家带走的她 不知道向家人和她说了什么 大概觉得余生无望 向妍妍发了疯 冲进厨房拿刀捅了向子杭 据说血流了一地 相夫相母当场就崩溃了 因为故意伤人 向妍妍估计刑期又要加场 相夫神经恍惚 接连的决策失误 让向妍妍背后的人有了可趁之机 文人月跟我说 这次她估计是真的要破产了 莫等我再问 她又转移了话题 临近高考 她一直担心影响我的情绪 说话都带了点小心 我觉得有点好笑 又有点说不上的酸涩 高考三天进行得很顺利 之后我和文人月去了趟附近的古镇 出分数了才回来 回来的路上 文人月告诉我 其实在高考前 向家的人一直想见我一面 她都让人拦了 后来几次 向家的人变本加厉 在我们旅行的路上读我 所以那天你临时换了方向 我恍然 文人月嗯了一声 相夫如今破产 背上了巨额债务 相母的工作室也断了资金链 捉襟见肘 向子杭还没出院 向妍妍捅的那一刀伤了脏企 估计小半年都出不来 建造的就是这个病 上回她接连打伤了我两个保镖 想见你 我看她现在挺疯魔的 文人月跟我提起来的时候 还心有一计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摸了摸她凑过来看屏幕的脑袋 这么高的分 咱们叮当为什么学医 采访你一下 文人月看见了我的专业填报 自然是因为她 文人月从小身体不好 七岁以前住院的时间 比上学的时间都长 后来她住进了道观 跟着师傅们练功念经 才渐渐好转 我想起上辈子 跟文人月去道观小柱的场景 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 文人月的下巴搭在我肩头 听我说话 真好啊 咱们小铃铛也有梦想了 她戳戳我 像家的是 你要我帮忙吗 我摇了摇头 人个有命 其实我挺纠结要不要告诉你的 她那个身体状况我问过 也就这两年了 像夫人现在到处求人 也没人愿意借钱给她了 她们那天来的时候又哭又笑的 说什么都是报应 想求你原谅 不知道哪听来的民间土方 说得好像只要你原谅她 她就能好起来一样 文人月吃笑一声 都过去了 谈不上原谅 我捏捏她的脸 我连恨都没有 只是有点唏嘘 以前我挺走不出来 挺恨她们的 但这不是有人告诉我 不要因为烂人烂事 丧失了感知美好的能力吗 文人月一脸陶醉 那我这算你的人生导师吗 我笑得肩膀直抖 走吧人生导师 去哪 窗外阳光正好 缠名几声 出门约会